美国海军战斗力的大量 这款战机亦非完美无缺 其命名背后便透露出一定端倪 作为战斗攻击机的设计 并不全然适应高速飞行的需求 尽管通过换装先进雷达与中距离导弹 其多目标作战效能甚至超越了前辈F-14 但为兼顾对地攻击任务 大黄蜂系列在某些方面确实做出了不小的牺牲 当前台湾空军更处于一个关键时刻 必须面对一项艰难的抉择 是选择让现役战机光荣退役 还是通过延寿升级来继续发挥他们的余热 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 更是一场攸关台湾空中防御力量的战略抉择 就在这个时候 美国军火商嗅到了商机 及时地伸出了橄榄枝 意在为台湾推荐一款性能卓越 最适合其需求的新型战机 这个举动无疑引起了台湾空军的极大关注 但在他们的心中仍然充满了疑虑和不安 目前台湾空军的主力高空高速拦截任务 依赖于法国制造的幻影2000-5型战机 然而这些战机已经服役超过20年 早已不再是昔日的空中霸主 尽管这些幻影 依旧在台海的蓝天中 展现出令人敬畏的姿态 但随着岁月的流逝 他们的性能逐渐显现出疲态 台湾空军清楚地意识到 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 未来的空中威胁将变得难以应对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 台湾并非毫无作为 此前 他们已成功完成了部分F-16战机的升级 将其性能提升至最新水平 并从美国引进了66架最新批次的F-16V战机 这一批次的F-16V战机被寄予厚望 预计将在两年内全部交付 然而 现实情况却不济如人意 供应链问题成为横跟在前的一道难题 尤其是法国零部件的供应延迟 直接导致了幻影 2000年5月的后续机型换装进度受阻 这个进展的之后 如同一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舰 让台湾空军深感不安 台湾空军的指挥官们 不得不面对一个棘手的现实 即使F-16V战机最终全部交付 台湾的空中力量 能否在未来的战场上 立于不败之地依然存疑 毕竟 敌人的技术和战术也在不断进步 而幻影 2000-5的换装进度仅完成一半 这让人们开始怀疑 新战机的性能提升 是否足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军方必须做出最明智的选择 既要确保现有战机的战斗力不被削弱 又要为未来的空战 做好充足的准备 而美国军火上的橄榄枝虽然诱人 但也让人不得不警惕 这究竟是一次战略性的合作 还是一次充满风险的赌博 为此 台湾方面将目光投向了F-15与F-A-18 作为潜在替代方案 双方已就此展开初步探讨 候选名单中 囊括了即将全面退役的美国F-15C地形 最新版本的F-15 XF-18EF 以及经过深度改良的F-A-18X超级大黄蜂 F-15系列 以其卓越的高空高速拦截性能 及长作战半径组称 深受台湾青睐 然而 美国方面更倾向于推荐F-A-18 理由是其与台湾自研的IDF战机 存在零部件通用性 且F-A-18在电子战领域表现强劲 具备超视距作战能力 可挂载多达10枚M120空空导弹 仅在航程上略逊于F-15 美国海军正规划在航母上 部署F-35B与F-A-18的混合编队 以强化协同作战能力 若台湾先行采购F-A-18系列 未来引入F-35时 亦能轻松实现作战体系的无缝对接 F-A-18的起落架设计兼顾耐用 特别适合短距起降环境 更重要的是 其成本控制极为出色 虽为双发战斗机 但操作成本仅略高于单发的F-16 远低于F-15的高昂开销 具体而言 F-16C每小时需8000美元 F-15则高达21000美元 而F-A-18EF仅需11000美元 经济效益显著 对于台湾空军而言 F-A-18系列无疑是理想的选择 尤其是F-A-18X超级大黄蜂的升级版F-A-18XT 该机由波音公司最新打造 针对性地弥补了原系列的不足 提升幅度显著 足以助台湾有效应对潜在空中威胁 近年来波音虽在美军项目竞争中与遭挫折 但这并未影响F-A-18XT作为台湾最佳选项的地位 随着F-22、F-35项目由洛克希德公司主导 B-21隐身轰炸机归诺斯罗普所有 波音公司正通过加强现役战机的竞争力来维持市场地位 此前推出的F-15EX便已成功获得美国国会支持 为F-A-18XT的出口前景增添了更多信心 如今波音公司在F-A-18的基础上 再次推出F-A-18XT及陈末峰版本 与现役的超级大黄蜂相比 F-A-18XT在外观上并无显著变化 依旧保留了前者的气动布局精髓 而改进之处则集中体现了 对F-A-18EF的超越 F-A-18XT与前代大黄蜂相比 两大亮点尤为突出 一是增设了宝型油箱 二是摒弃了机翼外挂架 代之以封闭式武器吊舱 面对21世纪美国海军的迫切需求 提升舰载机航程 F-A-18XT应远而生 外部油箱虽能增成 却牺牲了武器挂载能力 舰载加油机方案亦非常久之际 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机的研发 虽在推进 却面临雷达规避 隐身涂层 热量控制等多重技术挑战 海军在下一代舰载机的选择上 深受装备发展策略影响 尤其是F-35C的引进问题 鉴于空军已订购大量F-35A 海军在F-35C的决策上 犹豫不决 甚至一度推置订单 最终 为平衡各方需求 海军决定增购 F-A-18EF超级大黄蜂 同时勉强订购了 260架F-35C 以免国会不满 F-A-18XT的首要任务 是解决航程问题 其宝型油箱 设计在不显著增加 飞行阻力的前提下 大幅提升了航程 无需外挂油箱 保持了机体的整洁与流线型 这一油箱为F-A-18XT额外 提供了3500磅的燃油油量 结合其内部14400磅的燃油量 使得该机在挂载 两枚2000磅炸弹 及两枚M120中程导弹的情况下 作战半径从1092公里 扩展至1350公里 针对超级大黄蜂下挂架外倾 导致的飞行阻力 和雷达反射面积增加问题 F-A-18XT采用了封闭式武器舱 有效减少了外挂导弹的雷达信号特征 并在高速飞行时优化气流 降低阻力 这一技术不仅适用于三四代战机 也启发了五代机的设计思路 如英国为F-35研发的隐身吊舱 波音的封闭式武器舱 每个可装载四枚M120导弹 使F-A-18XT摆脱了机翼外挂架 此外F-A-18XT换装了更强劲的F-414发动机 较之于F-404 其加力推力提升了24% 为战机提供了高达30%至40%的近距空战 推力增力 以及20%至30%的超音速推力提升 经过波音公司21次精心试飞 F-A-18XT的宝型邮箱 封闭式武器舱及隐身涂层 均通过了严格测试 其隐身性能相比前代提升了50% 而在电子战领域 F-A-18XT同样表现出色 装备了球形导弹与激光防御警示系统 显著增强了防护能力 其机身下方的前式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 IRST与F-35相似能够探测 跟踪并瞄准多种目标 在被动模式下展现出巨大优势 尤其能有效应对五代战机的威胁 通过扫描地平线上的雷达信号 和战斗机释放的红外线热量 为F-A-18XT提供了 与五代战机抗衡的宝贵机会 F-A-18XT还升级了座舱与头盔显示系统 采用整块屏幕替代繁杂仪表 显著提升了任务执行中的攻击精确度 同时装备了新一代机载计算机与数据链系统 使F-A-18XT能借助先进的方向性网络技术数据链 与其他战机高效交换海量数据 实现信息的实时融合 综上所述 F-A-18XT在超级大黄蜂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升级 其性能已逐步逼近 甚至有望超越F-35C 此外 F-A-18XT的飞行寿命延长至6000小时 为军队提供了更长的服役周期 有效减轻了后勤负担 此番改进让F-A-18XT在航程 速度与火力上 均超越了F-35C及俄制苏-35等竞争对手 足以应对五代战机的挑战 这恰好契合了台湾的需求 相比之下 F-15EX则显得力不从心 目前美国海军拥有约540至570架现役 F-A-18EF战斗机 并计划全面升级至 Blog-3标准的超级大黄蜂 这款战机不仅在美国海军中广泛应用 还深受澳大利亚 加拿大 瑞士 芬兰等 多个盟友国家的青睐 甚至包括库尔德斯坦地区 有理由相信 台湾版超级大黄蜂的投产 将为空军构建起一道坚实的空天防御屏障 波音公司对F-A-18XT的持续研发 使其性能日益凸显 为未来战场提供了全面且强大的解决方案 F-A-18XT的升级不仅聚焦于航程 隐身与电子战能力 还大幅增强了火力与多任务执行能力 封闭式武器舱的设计不仅减少了雷达反射面积 还优化了战机外形 降低了飞行阻力 从而提升了高速飞行时的稳定性和防御效能 技术升级之外 F-A-18XT的机载系统也焕然一新 座舱与头盔显示系统的升级 让飞行员能够更直接地掌握关键信息 提升了作战效率 而新一代机载计算机与数据链系统的引入 则使F-A-18XT能够与其他战机无缝协作 通过先进的方向性网络技术 实现数据的高效交换与信息共享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F-A-18XT还装备了球形导弹与激光防御警示系统 这一先进的电子战装备 不仅增强了战机的自我防护能力 还提升了战场态势感知与目标锁定精度 使F-A-18XT在复杂战场环境中更具竞争力 随着航程、速度与火力的全面提升 F-A-18XT已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制空与对地打击任务 更展现出强大的多用途作战能力 这种灵活性使得F-A-18XT能够适应多样化的战场需求 为台湾空军提供了一种高效且可靠的防卫选择 在台湾寻求战机替代方案的背景下 F-A-18XT凭借其卓越的性能与成熟度脱颖而出 成为备受主目的候选者 其强大的航程、隐身性能与电子战系统 将为台湾在未来空战中提供坚实的保障 守护家园的安宁 综上所述 F-A-18XT以其综合实力与升级潜力 成为了一款拟人注目的先进战机 展望未来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与战争形态的变化 F-A-18XT有望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 为台湾及更广泛的地区提供稳定可靠的防御力量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对于这期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怀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